电影拔一条和票房开红海的影响 让巴巴风灾重灾区贾仙 现在成了热门的观光景点 而高雄市政府呢 也顺势推出了贾仙一日游 大家不但可以到这边来看看拍片的片场 也可以品尝到芋头冰还有梅子鸡 所以一推出就引起了高度询问 休假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吗 现在贾仙可是很夯的旅游首选哦 观光区规划了一系列的贾仙一日游 让您有吃又有玩 加好马步大人小孩一起来拔河 您没有看错这里可是知名电影 拔一条河的拍摄场景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您也可以亲自走一趟 来跟剧中人物一起玩拔河 因为实际来体会 感受到真的是拔一条河那种震撼感 拔河可是费了不少力气 接下来就要带您一起来清凉一下 DIY贾仙出名的炒玉冰 民众可是玩得不亦乐乎 哇 这不大人在做 这次被我一架了 消暑的差不多来到贾仙 一定要尝尝独特的炭烤梅子鸡 不少游客看着梅子鸡炭烤的过程 可是很专心 台湾独一无二的梅子鸡餐 梅子的树干 去用熏烤的方式慢慢去烤 烤出来的鸡 那烤出来以后 它的鸡肉里面有淡淡的梅子香 吃饱喝足后 悠闲的午后最适合到咖啡馆走走 新设的薰衣草香氛馆 在九月也开始在贾仙展店 想要体验薰衣草香氛 再也不用跑一趟新设 在贾仙就能好好放松